秋天是寂寥的 这里的秋天也可以是斑斓的 从清嫩的脆 到葱玉的碧 再到温暖的黄 渐变的色彩 如同画家手中的笔 绘画出色彩变化的画卷 也记录下光影游动的身影 流水叮咚 这里也会有小桥流水 静静延伸在树荫间的一座座木桥 充满的是自然的味道 草木之清香 有几只飞鸟从树梢间飞起 它们快速地划过天际 寻游向远方 它们选择留在这里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这里的温暖 或许是像我一样 对这里有了眷恋 夏花之血难 秋叶之静美 离烧 落下 或随着风 或伴着雨 悄然独行 落叶终究归根 它一生的养分 会还给大地 万物凋零之日 也是万物开始重生之时 把秋天收藏起来 回归自然 等待春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